目前国共两党正在冲进 简罗利物商谈 将建立一个无力 自由和平的新中国 你是不是潜入我的房间 拿走一份图示 那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秘密 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想得到 就这个东西对共产党很重要 我们好不容易敢做日本鬼子 内战一旦满覆 就会成为战争罪犯历史的罪人 你到底是什么人 有人在利用他调查婚犯 秦宇接近他是有目的的 你说秦宇 我以为也是特务啊 他一直在利用你你知道吗 你只不过是他手上的一颗棋子 你下一个要干掉的人到底是谁 今天我要杀了 上头有命令 你不能直接来找我 哥 我要被你帮住 哥 我要被你帮住 你是特务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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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事情就是这样 老子要是有半句假话不得好死 你说 是你打死林海胜拿走了井 但我听杜林霄说 是你的手下林海杀林海胜拿走了井 我还没来得及 开枪的时候 你还先杀死了他 拿走锦盒 算了 你们到底谁拿走锦盒 与我无关 我现在只关心锦盒 到底在哪 他妈到底要怎样 把枪放进去 箱子提起来 慢点 电风 王队长 大丈夫一言九鼎 你放心 这件事我会替你保密的 这想当年我欧阳晓风啊 也是个热血清廉 眼看着党国一天天 败在这些蛀虫手里 我也挺不甘心的 俗话说得好 人不为己天出地面 咱们为党国效力的同时呢 也得照顾照顾家小 拿去吧 王站长 从今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 如果还有什么新线索 欢迎随时来找我 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但愿你能说话算话 这就是王长林给你的图纸啊 小枫 我认为王长林买图纸的行为有些异常 他的话可信度不高 不过这几天我得到一个消息 就是王长林的家人为了打通关系救他 搞得倾家荡产 欠了一币股债 所以我想他之所以把图纸拿出来卖钱 跟这可能有关系 可这并不能说明图纸的真假呀 不过我倒认为这张很有可能是真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张图纸跟当初我在周东海相片背面拓映下来那张图纸 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有四个定位点 有一条线 有一组数字 而这四个点就是拿来定位用的 所以当两张图纸合在一块 就是一项完整的图纸 如果相片背后的图纸也在王长林的手里的话 他完全可以介绍一张类似的图纸来糊弄我们 是 你说得有了一点都没错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两张图纸合在一起 就能知道这张图纸的真假 不过依照我对白林的了解 他会泄露机密的可能性很低 希望你是对的 小枫 你能凭着记忆 绘出那张图纸吗 这个 凭着记忆要把它绘出来很简单 但要把它绘制得相当精准 这是有困难的 而且话要说回来 只要有一点点偏差 这都会影响我们判断的精准 小枫 你能确定图纸在白林手上吗 我当然能确定 因为在图纸丢失的前一天 只有白林接近过我 所以他的嫌疑最大 我应该是因为认识的 咱们得想办法 从白林手里取回图纸 啊 他说得容易啊 但是现在白林受了 吴博函的蛊惑 对我存着很深的污称 他始终不肯对我承认图纸 就在他呢 看来还得从寥寥身上找到脖狗啊 我再去试试吧 那就看你的 好 大清早敲什么敲啊 尾巴都快被你敲到香肠了 哥 是你啊 我以为是白灵呢 快进来 哥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昨天回来谈点生意 办完事马上就得回南京了 又这么着急呀 你都多久没回家了 爸妈对你有意见了 不是有你这个好妹妹吗 再替哥尽孝 你好人做到底 再替哥在爸妈面前嘟嘟美颜 等忙过这段我就回家看看啊 每回你都这么说 对了 了了 白灵跟那个欧阳小枫的关系怎么样啊 别提了 他们俩啊 是用三生的时间来结院 三世的时间来修爱 这辈子是一对纠缠不亲的冤家 我怎么听说欧阳小枫对白灵一往情深 白灵却总不理人家呢 一往情深 你笑什么 如果欧阳小枫会动真情的话 他诸多会谈情说爱了 什么话 什么话 哥 你有所不知 山还是那座山 可是欧阳小枫 已经不是两年前的欧阳小枫了 他现在是见一个爱一个 我怎么听说欧阳小枫不是那种人呢 是你了解他还是我了解他呀 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呀 是这样 昨晚啊 在一个商界朋友的生日聚会上 看到欧阳小枫了 他跟我了起了白灵和你 是吗 他说什么了 也没说什么 只是说 你俩对他有点误会 还说白灵从他那儿拿走了一份工作图纸 害得他险险丢了乌纱 图纸 你知道图纸的事啊 不知道啊 哥 你别听他胡说 白灵是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的 他还说什么了 他还说 那张图纸对他很重要 他在官场上得罪不少人 他怕那些人想利用白灵对付他 更担心他们会对白灵下毒手 下毒手 是啊 听说啊 那张图纸成了几种势力争夺的目标了 白灵啊 很可能因此惹祸上身的 不得了 不得了 你劝下白灵 若是真拿了人家的东西就还给人家 以免祸从天降啊 他胡说 根本就没有那样的事 那是怎样 不怎么样啊 不怎么样啊 哥 你问这么多 这也不关你的事了 了了 你知道图纸的事 我哪知道啊 好 哥 我要去报社了 先不跟你聊了啊 你快休息一会儿吧 好 不用担心 你把她放在家里 往死了 定fare 嘻 面 才挖 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是欧阳晓风想让我哥来当睡客 让你把图纸还给他 欧阳晓风和你哥虽然认识 但是交情却不深 再说 这图纸是一等的机密 欧阳晓风怎么会轻易地把它告诉别人呢 你的意思是说我哥有问题 园城的水渗着呢鱼龙混杂 这个我也不好说 你别胡说啊 我哥只是一个商人 他不会有问题的 凡是关心图纸和锦盒的人 都绝非当先之美 我真的是担心你哥 我怕他会卷进这场血腥的争夺战里来 你不要吓我好不好 我哥是不会涉足这种危险游戏的 他一定不会的 图纸饭好了吗 在房间里呢 没告诉你哥吧 我有那么大嘴巴吗 像我这种樱桃小嘴 是一定不会想给你泄露任何秘密的 你哥呢 他现在在哪儿 你确定没有落死马脚 绝对没有 不过 不过什么 当我提起估值的时候 我挺紧张的 还应该有察觉到吧 我太高估你了 真不应该把那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你 的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应该没事吧 你快点吧 哥 哥 他不会已经走了吧 钥匙呢 拿钥匙开门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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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以 这 怎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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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喝酒喝多了 一不留神就睡着了 还以为你生病了吗 你个身体好着呢 打一只老虎都不成问题 刚才啊孟姐被人追杀 我跑啊跑啊就是跑不动 想醒啊又醒不过来 直到你们进来 小时候听爷爷说 被鬼压住了就会做这样的噩梦 都什么时代了你还心内戒呀 那是因为你的睡眠姿势不当 身体受到压迫而引发的梦魇罢了 哥你怎么睡在这儿啊 刚才啊想看会儿书 没想到却睡着了 没想到却睡着了 好了睡会儿啊精神好多了 我要出去办事了 你又要去哪儿啊 别绝嘴了 别绝嘴了 办办事吧我就回来看你啊 那你小心点啊 你可怕 别绝嘴了 我需要 Penguin яла 邂婚 我来带你去吧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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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吗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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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没本书了 我怎么忘记了呢 会不会被你哥拿走了 会吧 了了 你哥只是个商人 咱们可不能让他卷入到政治斗争里面去 不行 我得把他找到 找到了找到了 找到了 找 来了 小峰 队长 队长 你们先聊 我待会儿能看着 好 怎么样 我踏下来了 不是找到了 你来看看 没错 这份图纸是真的 两个圆圈 两组数字 两条线 还有一个三角形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如果 这两条线是经纬线的话 这两组数字就是经纬度了 小峰 你说说你的看法 你说的没错 这不 已经对上了 这就是坐镖 那批日本人的秘密武器 还有研究专家 肯定就藏在这个地方 原来是这样 小胆 这里有地图吗 有 来 咱们看一下 东京一百一十七度 北北三十度 在这儿 九华山 九华山 至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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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